今天周五人气话题带您来关心 各地的观光人潮逐渐回温了 维持零确诊的澎湖 现在摩拳擦掌准备要抢客人 在地旅游业者绞尽脑汁 推出优惠方案 有民宿业者推出了对打对折的 速速优惠 连五星级饭店也开始促销鸡甲酒的方案 希望游客赶快回笼 窗帘缓缓拉起 映入眼帘的是澎湖海岸 第一排景座 这么好的美景随着疫情逐渐趋缓 在地业者摩拳擦掌 准备为观光人潮再次出击 五星饭店拼业机 推出鸡甲酒的方案 三天两夜附上早晚餐 还有SPA体验 不用八千元 要尽快弥平疫情期间的损失 除了五星饭店抢人潮 在地民宿业者也自力救济 住宿价钱直接对半砍 就连一人纳斗 也是趁着疫情回温 抢先来裁点 所以一开始出话请 因为出话请在那边 待个三天两天嘛 那就别说每天晚上 就出来外景的时候 跟他两个就在那边小酌啊 聊天啊 像这样子一个四人房 加一个少人房 这样才才五千块而已 疫情冲击 原本四月就应该进入旅游 忘记的澎湖 却变得一刻难求 如今人潮回龙 业者抢先推出优惠 要赢得游客的青睐 记者综合报导 也许愚 说吧 谢谢大家